郑文光 郑文光 1929年4月9日生于越南海坊 祖籍广东中山 1947年回国 1948年考入中山大学天文系学习 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科普局 1954年 郑文光创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说 从地球到地球 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篇科幻小说 郑文光因此被誉为 中国科幻之父 1957年 郑文光作品《火星建设者》 荣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 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科幻作家 文革前后 郑文光下放劳动 辗转多地 1970年代 郑文光作为天文学史专家 出版了重要学术 中国天文学原流 他的科普著作飞出地球去 感动过无数年轻读者 1979年 在中断了科幻创作20年之后 郑文光出版了长达13万字的《飞向人马》作 引发全国热潮 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 唤醒整整一代中国青年 对星空和远方的向往 这部永流史册的郑文光代表作品 也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 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 殊荣 郑文光自此焕发了 蓬勃的创作青春 五年间发表百万字作品 写出众多长篇和中短篇科幻经典 1983年 正值创作黄金期的郑文光 遭遇不公正批判 突发脑溢血中风 创作戛然而止 但他仍心系科幻 与并魔斗争 十年后与无言合作 创作出了心灵探险 这样充满奇思妙想 跨越多个科学领域的科幻佳作 郑文光不但在创作上 敢于想象 勇于创新 对中国科幻理论也有重要建树 他还对同辈作家 青年作者和科幻爱好者们 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提携 他的家成为科幻活动的聚集地 受他作品影响的读者 不计其数 1999年 在清华大学为他七十寿城 举行的庆典上 郑文光荣获科幻世界银河奖颁发的 中国科幻第一个终身成就奖 2003年6月17日 中国科幻的开拓先驱 一代宗师郑文光永远离开了我们 郑文光的一生 充满对科学真理的坚持与追求 他始终关注现实 并怀抱浪漫乐观的进取精神 他是良师 也是义友 他留下大量的珍贵财富 值得我们一代代科幻人 发扬光大 永至传承